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牙齿酸胀 心口像堵着一面墙 闷得透不过气 背也痛 手脚沉重得像是被什么拖住了 特别是晚上 我得往脸上身上贴十几块膏药才能入睡 我心里真的很痛苦 想治好病 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觉得自己是走投无路了 今年的五月份 刚学佛不久的邻居黄同修让我试试念经 他说能治病 我心想试试看 当机就去了一位念经后癌症痊愈的佛有家学习 当天我学念了七遍心经 当晚睡觉 心口突然感到不闷也不痛了 我念了三天功课后 晚上睡觉就再也不要贴膏药了 心灵法门真的是灵验无比 我在痛苦中度过了八年 心灵法门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读了台上师父的白话佛法 让我知音懂过 知道自己身体不好 与家人恶缘都是自己的业障所致 我在此向观世音菩萨 向师父深深的忏悔 自己以前造下太多恶业 杀身 堕胎 邪淫 因贪嗔吃麦仪 造了种种罪业 我下决心要痛改前非 现在我不再和先生吵架了 他骂我 我都是笑 先生最开始不同意我设佛台 我坚持给他念经求菩萨 先生现在也同意我在家里设佛台了 我每天认真做功课 我努力念小房子 许愿终生吃全素 许愿清修 我愿念愿开心 身体也越来越好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把心灵法门降到人间 给了我们这样好的师父来指导我们修行 感恩领我进入心灵法门无师帮助我的同修们 我发愿这辈子一定跟着台长师父修心修行 一门精进 勇不退转 愿我的分享能力到听闻到的有缘人 愿更多有缘众生早日开始学佛修心 离苦得乐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尊敬的台长师父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要师父悲 不要师兄们悲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 请师父指正 嗯 很好 他功德很大 有些佛友真的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现在在帮助别人 以身四表 然后呢 帮助这么多的佛友 让他们利苦得乐 他们就是活着在观世音菩萨 好好的感恩他们 我们那些好佛友真的很好 明白了吗 很好吧 是的 是的 弟子也要多多向他们学习 弟子问题问完了 同修们自己的夜上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请菩萨加持弟子 可以多多地改正自己的毛病 更好的去 广度有缘救助众生 也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师父 法体安康 当久住世 广度有缘 我们爱您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嗯 再见 好孩子哦